万贵妃 最受宠的人 但她依旧不满足 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局 她便不允许不属于自己的孩子存在 就算有 也只能是公主 于是 在她的残害下 皇帝后宫虽然充盈 但是 有孩子的妃嫔却没有几位 凡事总会有意外发生 万贵妃房的再厉害 却还是算判错了一人 这人就是李唐妹 历史上的吉女子 为后人所知的有很多 他们或是因才为人所熟知 或是因其正知才能而传于后世 但是 这位李唐妹就比较特殊了 她是因在万事的眼底下 养育了名孝宗才为后人所知的 幼时的李唐妹生活的比较艰难 她的双心很早就离开了人世 自己也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生活的轨迹几乎是一成不变 然而 这一切在宪宗即位后 悄然的发生了变化 成化二年 明君在对岭南地区的青角活动中 俘获了大批岭南居民 李唐妹意在其中 这一年 她16岁 正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候 却被选中 进入这个看不到未来的深宫中 搓坨年华 但是 她若是不入宫 也没有什么更好的路可以选择 就这样 李唐妹在不知不觉中 彻底偏离了原来的轨道 入宫的李唐妹很幸运 她的激进聪慧 让她在宫中处于一种比较安全的状态 再加上她有才学 以至于 她后来成为了藏书阁的女史 与献宗的缘分似乎在冥冥中就已经注定 我还没关系 感谢观看